歡迎收看 藍金美會 歡迎來自国 歡迎收看 大家好 協定會 大家都很喜歡出國玩 但是你以為買了機票 就能出國嗎 你以為飛機到了當地 就能過海關内進去嗎 那可不一定 你以為你想的事情 都會完美的發生嗎 因為有時候真的不小心 帶錯一樣東西 沒錯 或者是證件少了一樣 就 是 有些東西你認為你可以帶進去 但是不然 你如果帶錯東西的話 海關是不會讓你那麼容易 進去他們國家玩的 而且有時候還要在海關那邊裸體 是的 所以身體也要練一下 好啦 我們現在好好聊聊 各國如果要入海關 有什麼措施 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去做的 好不好 歡迎大家 好 所以一開始先問大家 有沒有各國什麼違禁品 你是比較不能帶 或者是一定不能帶了就會卡關 譬如說那時候什麼槍啊什麼 就不要說 那廢話是不行的 好不好 是我們意想不到的東西 好不好 凱蒂 美國有三個 美國有三個我想到的 第一個是 一個叫做 那不是你們發明的嗎 那是歐洲的 那不是我們的 可是那個很棒 有很多童年回憶 打開有很多玩具 我們美國人沒有這個童年回憶 可以讓很多小朋友 在坐飛機的時候很安靜耶 對 我們不能 我是來台灣之後 才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 真的 真的 Kinder eggs 就是巧克力球 有 你要不要舉手 幼稚園 同學 有 而且剛剛講完的時候 那個 Anna說 你沒聽過 我是 我是後來來到台灣才知道這個東西 那現在美國也有 可是我們只有美國版的 跟全球其他的國家的版不一樣 這是什麼 因為美國不允許你帶這個東西 進去美國 進口也不行 因為他們說那個是會害到小孩子 他們怕孩子打開來 然後吃那個玩具 然後就呼吸不了 務實就對了 所以他們不允許我們 有這個食物 就是不能把食物跟玩具放在一起 所以他們美國的版本是有點分開 巧克力是巧克力 然後玩具分開 所以你絕對不可以帶進美國 玩具不能放在食物裡面 對 所以你這個不能帶 這個不能帶 然後第二個 就是 你的 貓毛 或者你的狗毛 也不能帶進去 你說黏在身上嗎 對啊 身上的嗎 你說黏到身上的嗎 黏到可能有一條一條的那種 應該是還好 那有點難處理 因為像我自己有做一顆貓毛球 那也不行 一萬塊 最多一萬 發一萬塊錢美金 因為他們每個月都會叫毛球 所以我收集起來做成一顆球 他是怕人家去販賣 他就是變成一個法律 他以前最早的時候 就是因為人家做假的貓外套 對 所以是別的動物的毛 可是其實這是貓 所以這個其實是兔毛 其實他是用貓毛做的 就是一個詐欺 因為貓毛比較便宜 對 好吧 對 所以還有什麼 所以如果你怕你壞 你想念你的貓 你就不要戴他的帽子 好吧 然後第三個就是 刀版的東西 這個刀版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 因為很多人 當然他們不希望你就是在那邊賣 因為當然是有版權的問題 可是他們有一個規則 不要冒險 如果你戴一個 一個是OK的 他們會讓你戴一個 可是你一個以上 就是不行的 你可能會去販售 而且他們說如果是不同類型的 比方說這個我戴一個 導賣的Prada包 跟那個谷吉的眼鏡 跟那個 手錶 LV的 什麼什麼的 這個OK 品牌不一樣可以 品牌不一樣 好可怕喔 其實在很多國家都是禁紙袋 那他如果本來以為他是真的 結果 原來我是假的 那這個他也是有犯罪的狀況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我相信美國的海關也看了一個 他們要 你的 Gucci包包拿來 我拿出我的書 我看一下 這個 應該也不太會啦 除非你穿的就是 一生就讓人家查的感覺 對 太誇張那種 要低調一點 所以這三個是不能夠進美國海關 對 沒錯 那接下來我們去巴基斯坦 有什麼事 那我們在巴基斯坦 也是有三個還蠻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巴基斯坦那邊用香料很多 對 所以有很多香料 也是從巴基斯坦出口 或者是可能會帶進去這樣子 那他們那邊海關 有一個特別的規定 香料一定要拖運 不可以放在手提行李裡面 為什麼 其實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因為香料的粉一點點 其實味道就很重了 對 所以他們會擔心說 你會不會把在飛機上面 不小心破掉或什麼 就整個飛機都是中東的味道這樣 對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因為 香料粉它的味道也很重 所以他們也不可能打開來 拆開來檢查 所以你裡面如果有什麼 微禁瓶或什麼 他們也不會打開來 他們可能就交給拖運的部分 他們去做可能X光還是什麼 這樣去做檢查 所以拖運是OK的 拖運是可以 好的 所以就是不能帶在身上 隨身的行動 對 它就會全部把它丟掉 好 對 然後另外一個蠻特別的是 我們在台灣這邊 一定都有辦法跟著朋友 或者是家人進去機場裡面 跟他說說說再見 然後送機這樣子 對 就從counter到 已經快要進到那個安檢的地方 其實都可以過去 就那個門打開 對對對 這邊還可以 還裡面還可以吃東西 或者是買一些東西 這樣 可是在巴基斯坦是很嚴格的 他們從進到機場前面 他們一定會有一個outpost 就是他們會檢查你的車子 用那個鏡子去檢查你的車底 然後檢查裡面 車子裡面有沒有不相關的人 或者是行李有哪幾件這樣子 然後呢 進到機場的時候呢 你只能在就是建築物的外面而已 你不可以進去裡面 那個很外面耶 很遠耶 超快遠的耶 就是你的爸爸媽媽還是什麼 他們只能送你到 就是下車的地方 就停車場外面 停車的地方 你要進到建築物裡面的話 第一個你要確定 他會檢查你的護照跟機票 是 而且呢 你還不能說 我的飛機是晚上的 所以我早上就過來 不可以 只能在快就是 check in的前面的一兩個小時 他才會放你進去 所以你進去的時候 他要看你的搬機 他要看你的搬機 而且進去的話很難再出來 為什麼這麼嚴格 就是可能因為有一些 安全的顧慮的部分 最高規格的安全 對 最高規格的安全 然後另外一個也滿特別的是 因為巴基斯坦跟中國很好 就成為巴鐵兄弟 所以呢 在海關的地方 有一個特別的counter for中國人 他們有一個專屬的 就是快速通關 你只要是拿 就是中國的 好朋友 對 visa 護照 護照這樣進去 然後他就會直接請你 從旁邊這樣子過去 而且他們很快 因為他們其實做事情的速度 其實 他們審核的速度算 偏慢 跟台灣比起來 算慢 可是呢 他們走這個通道 就很快就可以進去了 對 希望其他國家可以跟進 跟台灣當好朋友喔 可以開始通關 是不是 滿好的 沒錯 我們不會耽誤你們的時間 會快一點 那很快 好 瑞士呢 就大家去過很多國家 一定會看到 有人在賣這個紀念品 是 就是 捕蒙王 捕蒙王 有一陣子在韓國也很開心 對 我穿的頭也有一個 對 但是呢 這個 要小心 因為 如果你們想要帶這個去瑞士 其實要小心 因為 你們會覺得很漂亮 很可愛 就想要帶回家 對不對 但是 因為他有那個羽毛 那個羽毛有一些是用 真的鳥的羽毛做的 對 那其實有一種羽毛的鳥 不能帶回去 就是這個 對 它叫 伊比斯 伊比斯 因為這個鳥 它是 鮑魚類的動物 所以 如果它的 不蒙王 用的羽毛 是這個鳥的 就不能進去瑞士的海關 喔 對 是因為可能這個鳥 它不是有很多 越來越少 對 因為會比較 所以 我們有一個老鷹 也是不可以有它的毛 除非你是印第安人 然後 他們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他們不希望 大家開始收集這種鳥 你可能就是真的是撿起來的 可是 如果我撿起來說 你看我都有 我有這個羽毛 別人說 那我也要 然後他們就可能會 越來越來越 對 好 所以這個要小心 對要小心一點 好 那日本 好 大概 大家應該知道 日本對情勢方面非常開放 很寬容 對 所以 應該是全世界只有日本 在便利商店賣這些傳染雜誌吧 應該知道 日本就知道 便利商店有賣公開的 滿滿的 對 所以日本這麼開放 但是奇怪的是 日本對其他國家的傳染雜誌 嚴格 所以其實你不能帶進去 傳染雜誌 不能看國外的就對了 對 國外的傳染雜誌不能帶進去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經驗 他有一次去美國旅遊 然後去美國旅遊逛街的時候 他看到美國的傳染雜誌 很特別 所以他想要把它就買下來 然後就帶回日本 當作送給電台的朋友的禮物之類的 對 然後說他買的傳染雜誌 其實美國的傳染雜誌 對日本人來講 就是沒什麼 對 就是一個 有點無聊 就是一樣 就是沒什麼刺激 所以他以為是都沒事 然後他到日本 然後日本的機場的時候 沒想到他就被海關就抓了 然後都被檢查出來 然後他以為是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海關的身上說這個不行 所以他問了 為什麼 就是沒什麼 跟日本的情勢 都一樣 為什麼不行 但是他就一直說就不行 更慘的是 那個海關的 他把這些傳染雜誌跟DVD 一個一個都擺在櫃台上 對 然後呢 其他旅客都會看到 好糗喔 好糗喔 對 所以他就 溜點到死了 對 所以 後來他才知道 為什麼就不行 是因為日本法律規定 不管是傳染雜誌 漫畫 或是AV 都是要打馬賽克 對 沒有馬賽克的都是盜版的 對 好糗喔 是 所以他就這樣子被發現 就倒楣了 好 像這個機會 我想提醒大家 現在去日本的時候 尤其是台灣人 去日本的時候 或需要準備打三劑疫苗的證明書 或是出國72小時前的陰性證明 沒有這兩個的話就不能進去 兩人選一個 對 還是需要 二選一就對了 二選一 對 二選一 對 去日本之前呢 我建議大家先去這個 Visit Japan Web 對 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是你到日本的時候 如果你先登陸的話 到日本的時候 你的那個一些手續 就是入國的手續 都被 比較快 對 所以比較快 我上次從台灣回日本的時候 不小心忘記 所以呢 結果呢 我到油田機場的時候 那個已經登陸好的人 就立刻就入境 就進去了 我就是油田機場 跑了很久 結果就花了一個半小時 真的假的 15分鐘就可以入國了 對 但是呢 因為沒有登記 所以就花了那麼多時間 好 所以一定要記得 所以去日本的時候 千萬不要忘記 好的 先Visit Japan Web 登陸 好的 那我想問一下 到其他國家 有沒有也要特別填什麼樣的表格呢 像日本這樣子的表格 我覺得好像有可能是亞洲 會比較稍微嚴格一點 因為其實雖然印尼已經開關了很久 可是我們還是需要也是一樣 可是我們是用APP 就叫Perdulilindungi Perdulilindungi 所以就是我們就要編 什麼意思嗎 Perdulilindungi 可以再說 可以 因為你們要直接講嗎 Perdulilindungi Perdulilindungi 最近有在學瑞本 它裡面有可以其他語言 可是這個APP的名字是用印尼文的 所以你要先找到這個APP 怎麼收尋 應該如果你們就是查網上的話 是會有寫要先下載這個APP 對 然後就是你們要 如果就來印尼之前 就是一定要填好 在這裡一定要填好 就是你們的資料 就已經要打滿兩集這樣子 然後就是真的是 要一個月前 就是要先填好這個資料 因為印尼人就是 動作比較稍微慢 所以就是他們 聲查什麼的會比較慢 我上次就是 半個月前 就回印尼之前 就是我已經填了 可是半個月也還沒有搞定 所以我也是在機場的話 也是等了蠻久 對 所以就是 如果真的要去印尼的話 一定要先填好 好的 而且我覺得每次就是過海公 我明明也沒做什麼壞事 但是你不覺得看到海關就是會怕 就是很害怕 對不對 就是我們面就是一個良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到了過來就不知道 會一直眨眼睛這樣 對 然後後來你問你 就突然喪失一些能力 然後又很容易東莊希望 對 或是不要一直想看後面說 對 這是我們難忘的一些經驗 你們有沒有這樣子 類似的這樣的經驗 對啊 對哪一國 Ana 就之前小時候 我第一次帶她會波蘭 我們是在荷蘭轉機 那那個時候就遇到那個 移民館比較 謹慎 垂直不說 她就看到我跟千千姓 性是不一樣的 然後她就說 那你要證明這是你的小孩 然後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 我怎麼證明她是我的小孩 就不能這是我的小孩 我怎麼證明 那個時候千千幾歲 你要不要抽血一下 DNA 她那個時候六個月大 所以很小 我還在餵奶 我就問她 妳是不是說 我怎麼證明 我是不是現場餵奶 給妳看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那個時候最近坐了 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十三個小時到荷蘭 很累 很累 然後心情也不是很好 她就這樣子問我 我真的不知道 怎麼證明我自己的女兒 是我自己的女兒 她說 什麼叫做隨便 對 隨便有什麼意思 對 然後我就在那邊開始思考 我跟她說 我這邊怎麼證明給妳 我說她的那個荷蘭證明 那這是波蘭文 她又說 波蘭文看不懂 她說 對 我就說 我說那我怎麼證明給妳 她說隨妳 我怎麼叫做 我就跟她說 妳 那妳就拿 我那個時候 剖腹出來給妳看 是妳的 所以妳要怎麼證明 是同一個 我就跟她說 妳要把那個荷蘭證明 妳看不懂就看 妳要不要打電話 跟那個波蘭的那個大使館 看妳要不要派人過來 幫忙犯例還是怎麼樣 我真的已經想不出任何方法 她就說 沒關係啊 所以這次就讓妳過 下次就準備好一點 什麼啦 妳做好幾天 好慣喔 我就完全不懂 那另外一次是在德國 就是一樣的狀況 那個時候最近有兩個小孩 然後健身已經會走路了 大概三歲半 然後遠遠也是半歲左右 那莫名其妙 那個移民館 她就叫我先自己一個人 通過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她當然就哭慘了 就走走走 也不知道 然後語言不通啊 什麼不通啊 然後語言 她也叫她自己走 說半歲的小孩 怎麼會走啊 我說怎麼走 然後在那邊思考很久 她說 好 沒關係 就讓妳抱她 那一個一定哭在那邊 另外一個就在手上 也開始哭了嘛 因為在那邊高很久了 我心情也開始很煩躁 然後她就過了 我想說好 結束了 然後就那個人跟我說 手機給我看 我說好啊 就手機給妳看啊 然後就拿著手機 我知道妳還有另外一支 我說好啊 我兩支手機都拿給妳 妳為什麼兩支手機 我說一支手機 插著台灣的SIM卡 另外一支手機 插著布蘭的SIM卡 很合理吧 對 她說不合理 我說怎麼不合理啊 她說妳是不是 一直要賣掉啊 我說我布蘭的那支手機 已經不知道老幾代了 我這支手機 也不是最新的 而且那個 因為小孩很多刮痕啊 我說看不出來 是那種要賣的那種料 我看到她說沒有啊 這是我自己用的 一看就知道 這是我自己用的 她說手機解鎖給我 什麼 她說好 手機解鎖給妳 我就乖乖解鎖給她 她在那邊開始 按... 按完了之後 她說 妳手機為什麼 為什麼是埃及出產 我怎麼知道 為什麼是埃及出產 是哪裡出產的 我兩個小孩都哭了 兩個都大哭了 她在那邊問我 為什麼手機是埃及出產 我說沒有 我不知道 蘋果的空上 在那邊 我怎麼知道 為什麼埃及出產 這個好硬喔 好煩喔 你去問Jobs啦 真的 我就這樣說 我哪裡做 我表情不好嗎 然後她就說 好沒關係 就這次就讓妳過 然後下次準備好一點 我就說 我是不是看起來 就是乖小孩是什麼的 我就說 真的心情很不好 就是一個媽媽 帶兩個小孩 永遠都是一打二 其實現在已經好一點了 兩個都長大了 現在海關回去 就會問他們兩個 這個人是你們的誰 然後就要說 媽媽就好了 就會通過 我覺得他們會刁難妳 是因為妳太漂亮 我坐飛機之後 不是漂亮的 上去 沒有 沒有 真的 真的 永遠都不成人形 那帶兩個小孩 所以才會遼難她 帶小孩去賣的感覺 好辛苦喔 我覺得這樣海關 還是要謝謝他們 因為他們這樣 就是因為很多人 會買掉小孩 他們這樣認真 就是賣小孩 對啊 很多 全世界很多這樣子 對 他這樣怎麼認真無理 我覺得OK 手機有點 我可以了解你生氣了 但是小孩真的很謝謝他們 但你妹妹是不是也住在波蘭 對 我妹妹之前在波蘭念果樹 所以我就是剛好過年 就叫我妹妹 好開心喔 但是我等天就是錄影 然後錄那個 過年特別節目 你們都知道要錄 17個18個小時 超累的 然後我剛好有點感冒了 覺得就是聲音棚很冷 然後我跳舞 就是穿很爛 然後我就是馬上 一結束 就馬上到飛機 飛機上 然後上飛機吃一點藥 然後就直接睡覺了 起來了我就是在德國要轉機 在德國 德國的海關有絲嗎 我都不知道 然後我到的時候 我都覺得還是吐一點痛 然後會超累的 然後覺得趕快 過一下就這樣 因為他是轉機對不對 轉機 不是真的要進德國 然後我轉機的時候 那邊一個男生 就是那種夢男 你知道嗎 這樣 妹妹你要不要微笑一下 早上6點 叫你笑一下 微笑一下 而且他動作也太輕浮了 對 我就這樣 我說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累 我就從亞洲來啊 我真的沒有心情 跟你開玩笑 他說 你不會笑 我就不然你進啊 不然你活 我說你可以讓我活嗎 因為我真的 我看起來有心情 跟你開玩笑嗎 他說 笑一個 就這樣 就真的不讓我活 這麼任性 對啊 那你最後一段 他沒有笑嗎 我這樣就一直看著他 然後我一直跟他吵架 然後最後就這樣 他就讓我活 怎麼能聊啊 是國小生嗎 這麼無聊 你真的覺得 如果我真的跟他一起就是 聊天啊 什麼的聊得開 可以 可是他很大為人家 就這麼累啊 你讓我趕快過吧 你口氣好一點 我還想笑 你口氣都爆 我更不想笑 對啊 對不對 所以過德國海關 我們以後一定要小心 德國人自己都不愛笑 還要我們笑 不要說他們壞話 他們要做紀錄 對不起 對不起 好 Grace 我的話呢 就是我的護照 就是我最近是有更新的護照 可是之前的護照的照片 就是真的帶我很多很多的麻煩 因為就是那時候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那時候我是高一時候拍 然後高一是剛綁牙 然後就笑得不自然 然後結果呢 到大學那個護照還沒有更新嘛 呼 我去了中國 我去了中國 然後那邊移民官就要拿護照嘛 然後我就給他護照 然後他就一開始先看我 然後就看那個護照 然後我就 然後看我 護照 他露出這樣的表情 對 他真的直接 蛤 蛤 蛤 你用其他身份證嘛 那你給我其他身份證 我全部都給了 印尼身份證 印尼駕照 然後我的學生證 我還台灣的居留證 我全部都給他了 但那些照片 都跟護照上的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看 真的 這個真的很糟糕喔 來 你們看 是整形前 整形前 二 你真的不太懷疑 這個是你 Gris 這不是你 這真的不是你 我們好好的看一下這一張 借我看一下 這個眼睛也不是啊 鼻子也不是啊 沒有 沒有啦 這個沒有化妝嘛 這個也不是化妝問題啊 還是你現在卸妝 這真的不是你啊 你自己老實說 我幫你檢掉 你到底有弄什麼 對啊 說實話我沒有耶 Gris 你相信你自己講的話嗎 你自己講的話 我真的會 好啦 沒有 我長大臉真的會變 對啦 你會用手啊 鼻子也會蓋一點點 眼睛也 好緊張 因為我沒有矯正牙齒 所以我瞭解他的那個感覺 我們開玩笑的 沒有 我覺得你真心的 對 過了 好 OK 洗衣過 你去擦爛鍋 我擦爛鍋 我想要那個韓國 因為很多外國人 會專程去韓國整系 對 所以其實現在去韓國整系 如果你要回國 他會發證明給你 對 因為國女太多 修紛站在移民官那邊 這種狀況 然後那個老半天 我有聽過這個 所以專業 專業 怕熱熱回不去 對 記得回家 所以他可能從頭到尾都包著 你根本沒辦法看 對啊 而且現在有些不是 那個臉部掃描的 那個快速通關 說不定你整完以後 就掃不過去 真的 這個必須要有證明 好專業喔 Eason咧 我是在一個大家都覺得 絕對不會出問題的一個國家 日本 我在日本的時候被刁到爆炸 因為我那一次是 我們的早上的飛機六點半 然後我前一天先錄外景 錄到半夜三點 所以我幾乎是完全沒有 直接殺之下 什麼外景是那個鬼的嗎 對 我是錄那個 禮儀節目的外景 然後我就一副那種感覺 很像喪屍這樣子 然後黑野軍掉到這邊 然後我就這樣 還是要看到你背後的東西 因為這個太累 有人爬在上面 對 就這種感覺 我已經三十個小時沒睡覺了這樣 太累了 對 然後他一看到我 他就問我說 來救不這樣子 我就說沒 我就說OK OK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他就問我說 為什麼我看起來就是 這麼累 這麼怪這樣子 然後我當下也沒有想太多 因為我想說海關問什麼 你一定要照實回答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contrary 這麼差勁 真的都沒有 這怎麼招 Bet 對 我跟他解釋 喔 我在拍一個禮儀 我就直接跟他講說 我在ghost hunting這樣 對啦 直說直說 然後看到他 聽到我講這句話以後 眼睛就等等 嚇到了 想說我真的是不是眼睛 阿爸 對 小燒掉這樣 他就叫另外一個 就是就是那種安管人員 那種安管人員 誰是牠的 他們覺得我好像是已經 吸毒吸到已經瘋掉了這樣 最後他們真的是 日本真的非常非常仔細 它是每一寸 你的皮膚 你的瘦 它不是這樣隨便滑過去而已 不是 它是用捏的 要慢慢一剪一剪這樣子用捏的 你會說大力點 大力點 然後鞋子也要脫 褲子也要脫 外套也要脫 褲子也要脫 然後我就真的只剩下一件內褲 然後就讓它檢查 因為它就覺得說 還有我的行李箱 也是所有全部都翻出來 它就想說一定 我一定藏在某個地方這樣 一定有 對 為了要證明就是 我是清白的 我只好我就自己先準備好 然後這個動作 我就先準備好這樣 我想說 反正你最後還是要瘦嘛 你脫掉以後你就不清白了 沒有沒有 我是穿著內褲 可是我就這樣子想說 好 妳要給妳看個夠 妳要來按壓的話 妳就來按壓 它看到我這動作 也會說 嫩嫩嫩嫩 她就嚇到 她說沒有沒有 她沒有要碰我 她還是有她的解線喔 對 然後最後是檢查到這種程度 我最後才穿了褲子 然後就 我安全離開 可是我在那邊 就是一整個 我被弄了一個小時 就是完完全全 徹底的檢查 最後還是可以進去的 對不對 最後還是入境的 還有你進去的時候 有警察跟著你嗎 沒有 當然是沒有 但是我的行李箱裡面的每一個包包 每一個外套的口袋什麼的 我們全部超級仔細的 全部都翻片 我可以想像中 你累的時候氣色會有多不好 對啊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除了BOM之外 你去機場也不要講Ghost 對 你講Ghost Hunter 對 撲到笑耶 算嗎 然後因為我的狀況也滿特別 我其實很容易被海關攬下來 為什麼 有幾個原因 可能有一部分人家 可能以為我是恐怖分子 我不知道 可是呢 另外一個部分是因為 我有拿到台灣的護照 然後呢 我只要出國去每個地方 別人都會 台灣 你 台灣 你 你拿我也不相信 Linna是台灣 對 然後呢 他就 我有一次 而且我只要去 不管泰國 或者是像我剛剛從印尼回來 我每一次只要去東南亞國家 他們就用當地的話跟我講話 對 還是移民館 還是海關 全部都用當地的話跟我講 我說我真的不會講 你像導遊啊 對 我說我真的不會講 然後呢 有一次我跟我父親去香港 我們那時候要從香港進去聖政 然後我跟我爸就是 要經過海關的時候 我爸就直接先過了 然後呢 行李都是我拿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自己有時候會 帶一些咖哩 或者是東西 我們會用那種真空包 銀色的 或者不透明的那種真空包 包在裡面 不透明的 就是有濾波的 對 像那種牛肉麵 不是也會有那種濾波的那種 然後或者是透明的 然後我爸爸就往前走 然後因為負責拿行李 然後呢 我就直接被攔下來 而且我爸沒有看到我 他就直接走了 我還想說 等一下 父親的背影 對 父親的背影 他就這樣子 就跑走了 然後呢 我就被拉到旁邊的小房間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你拿台灣的護照 我說因為 就是我在台灣 可能有這樣子 然後呢 再來他就說 我要檢查你的包包 然後打開來 本來只有一個人 在檢查我的包包而已 打開來 裡面除了衣服以外 有好幾個銀色的 一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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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可怕 然後本來就是 四五個人就進來了 然後他們就一直摸 一直摸 還把它剪開來 然後檢查 結果真的 全部都是咖哩 羊肉雞肉的 反正 他們就是 後來也是抓到頭 然後說好吧 那就走 解開了咖哩 他後來就說 我這邊有夾鏈袋 就要更吸 吸吸 就把它裝在裡面這樣子 OK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有一次回來台灣 從巴基斯坦回來台灣 那其實我們 都會帶很多的香料 就跟剛剛講 會帶很多的香料回來 那領行李箱的時候 就有一隻狗狗 就這樣子 跑過來 通常狗狗是不是有東西 就坐下來 那沒有東西 他就繼續往下面走 連抓那個繩子的那個人 都抓不住 然後後來 對 他們就跑過去 把那隻狗狗抓住以後 然後呢 就要檢查我的包包 因為根本也很酷 為什麼不是坐下來 也不是下一個 他就跑走 對 應該是槍到 我覺得 經常那個咻 很快逼 其實他只是想要尿尿 然後就打開來以後 發現裡面就一包一包的香料 然後他們也很困惑 可是畢竟都打開來 就順便檢查 那因為那個味道真的很重 就是包含連心理 檢查心理的那個outpost那邊 全部都有那個香料的味道 然後後來他們自己也笑說 那應該是 那隻狗狗可能聞一點點味道 一點點味道 然後突然 哇 嚇死了 這個大爆炸 炸開 對 所以他應該當成說 等一下我也來 然後跑掉 一直打噴氣 真的 好可惡 他那時候 那隻狗狗一直打噴氣 台灣狗狗聞的味道 很比較清淡 對 那種狗狗味 就是聞台灣菜比較清淡 所以現在有時候 有時候帶狗狗 也要帶大家去印度走一走 好 我有兩次比較深刻的經驗 一次去以色列 那到以色列 跟因為歷史的關係 就跟一些阿拉伯的這種 信奉回教的國家 有些衝突嘛 所以那時候 我就從以色列 要出境的時候 要回國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到海關那邊 他就把我叫到旁邊 他開始翻我的那門護照 那門護照已經快要用完了 他開始翻 只要上面是 信奉回教的國家 什麼印尼 馬來西亞 我那時候上來去約旦 還有比如說那種杜拜 有沒有 他每一個章都問喔 他就說你去那邊幹嘛 你為什麼要去 你住哪裡 然後問到 我的工作是什麼 為什麼要去那麼多的 他在伊斯蘭回教的國家 然後有些真的很久 有些可能是四五年前 然後我也在支支吾吾 他說你為什麼現在支支吾吾 為什麼答不出來 看到四五年前 誰記得 而且我跟你講 深刻的是 因為馬來西亞 我去了 在那個護照上 去了三次 他還說 你為什麼要去馬來西亞三次 那不是沒有那麼好玩嗎 你去三次為什麼 他還去批判 他還批判那個國家 不是沒有那麼好玩 他說你為什麼要去三次 我就說 那滿近的 機票也滿便宜的 他說有嗎 而且你這個吉隆坡去兩次 明明就很無聊 對啊 聽起來比較好玩 我跟你講 我在那邊站了兩個小時 這麼久 很久 他就一直問 每一個章都問 只要是他發現是回家 我跟他就問 而且到時候過那個 比如說收那個 那個什麼 行李箱的行李 他把行李還分成四大份 每一個去過不同的儀器 超級無敵嚴格 然後那時候他過的時候 還跟我說 不好意思 他職責所在 所以他必須要問 然後他還說 昨天那個有一個就是 就是一個回教國的國家的人 他真的被省了十二個小時 我本來很生氣 聽到十二小時 就說那好像我好像還好一點 但兩個小時真的超 因為我問過我朋友 五個小時 四個小時的都有 很正常 他們很嚴格 他們對於這方面 因為可能被周遭國家 就攻擊 恐怖攻擊習慣 所以就是這樣 那另外一次是在柬埔寨 那這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去的時候 他看我打號碼用護照 直接對著我說 小費 我就直接 當場在移民 他說中文 他說中文 他會先看一下護照是什麼 然後講小費 然後因為其實我之前去做功課 而且他那個 我覺得那邊 那邊應該說會很嚴重 因為他在那個移民館的前面 還立一個牌子說 這裡不用付任何的小費 寫中文英文 跟一些附近國家的語言 然後我想說他都這樣寫 我還很安心 就一去 他立刻這樣開口 就跟我要錢 然後我就愣在那裡 然後我就 但我就想說 不應該讓這個 因為那時候比較年輕 就不想要花錢 想要跟他號碼 就這時候再僵持不下的時候 後面就來一個旅行團 就是中國旅行團 說各位團員 把護照裡面加一美金 等一下給那個移民官 超大聲 大聲到是直接在那個 在場的人應該隨便都聽得到 然後我覺得那個移民官 他也聽到了 所以他就覺得 哇 飛揚來 不想跟我號碼 趕快讓我走 太誇張了 所以後來我回去的時候 就聰明了 我就等那個有大團的 要靠近 差不多在我後面 我可以就去過去了 然後他一開始跟我講小費 我一樣裝死 可是他看到後面有 飛揚在 他就趕快讓我走了 其實關於小費這個部分 我有很多很多的經驗 而且我跟我朋友 其實不管是生意緣故 其實常常會去一些 很特別的國家 那其實每一個國家 他的小費的 還有 文化不一樣 還有不同的文化 跟不同的行情 其中一個最誇張的是 馬達加斯加 他們不只海關收小費 他們從你一進去機場裡面 從幫你 連狗狗都要收小費 塞零嘴這樣子 他連那個叫什麼 Counter就是你要換機票 他們都會收錢 你說地勤人員 都會收 就是地勤 然後你進去 白行李們都一定要啊什麼的 對 這一些他每一關 他都會跟你收錢 那是要給多少 如果像馬達加斯加的話 大概 三到五塊錢美金 就是三到五塊錢美金 他們一個人就說 三到五塊 你看得不夠很可怕 什麼很可怕 然後那時候是我一個朋友 總共五個人 其中有兩個這個老闆 他們就想說 反正我已經要回台灣了 終於折騰了那麼多個地方 終於要回台灣 他就大喜 他就給第一 好像是地勤 他就拿了 一百塊美金出來 哇 打死 打壞行情 然後他放下去以後呢 接下來就不好過了 總共五個人 其他三個人 順利的到台灣 那兩個人留在那邊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 他給了對不對 就傳開來了 就每個人 他們裡面就傳開來了 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一定有很多錢 你每一個都可以給一百塊美金 這樣子 然後呢 他們就每一個站都被刁難 刁難到飛機都已經起飛 他們還沒有結束這樣子 所以只要一般般的過生活 就五塊三塊就好了 不要耍酸 再多六千也不要多給 真的 沒錯 打壞 這個真的是不知道的小細節 不要以為自己老大 好 盧卡斯 我發現好像日本 對巴西人有一個SOP 就是一定要檢查 心理箱 對 可是我第一次去那邊的時候 從台灣要去那邊的時候 我就 那時候在畫漫畫 就是那個檳榔西石的漫畫 所以 巴西人不知道什麼是檳榔西石 所以我就想要 打給他們看一個檳榔盒 當然裡面我沒有放檳榔盒 然後為了空間 我就是把檳榔盒塞很多東西 然後沒想到 他會把我的心理箱整個都打開 然後每個東西都要看 然後把我保護檳榔盒 他就拿了 然後我現在示範給你們看 好多格喔 哪時候他就拿了 然後就像現在這樣 他就知道我放了什麼在裡面 就是 內褲 而且還是海綿 那個海綿抱抱的 所以 真的有夠丟臉 可是我剛剛聽Q彈講了 我知道 因為他後來就拿完就沒事了 他就這樣看 然後就沒事了 我知道為什麼沒事了 因為 檳榔盒的女生 都是日本的 AV 所以應該是因為這樣子 他應該覺得沒關係 他是 好 你要是不是日本人 你要是是台灣人的話 就可能會有問題 OK 但是那個放在 放那個內褲是還蠻變態的 這個 很厲害 變魔術 對啊 那你有沒有什麼樣的 特別的經驗 過海關的 上個月就發生了 就是 就是在台灣發生的事情 對 因為我老婆台灣人 她住在日本 所以呢 我那時候 從日本要來台灣 然後老婆跟我說 我有一個東西幫朋友買 所以你就幫我帶到台灣 所以我說 OK沒問題 就放在我的行李箱裡面好了 對 然後呢 我到台灣的時候 然後等我的行李箱來 然後就看到我的行李箱來的時候 我的行李箱上面有標籤 對 有寫 標籤有寫 這個要檢查 然後裡面有食品 對 蛤 我覺得奇怪 所以海關先生就開始查 我的行李箱的時候 發現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啦 對 所以 我的老婆是 這個是香蕉盒 對 通常是把裡面做 這個超沒有用的東西 這個很棒 對 香蕉盒用拌掉 它好像東西 就是裡面做 放上香蕉盒 你打開會不會也是有內褲在裡面 就這樣 沒有 因為在裡面 等一下打開來 所以那個海關先生 那個可能是通過X關的時候 然後可能靠他的行李箱 真的 我跟你說 我不是有那個按摩棒嗎 對 然後他不是會動一下 對 他們也是X關看到他 然後他們就是要打開我的行李箱 然後看看 然後找到他 然後打開 因為外國人好像不太會用 就我們在台灣有很多那種 然後他說 小姐那是什麼東西 我說 這就是按摩棒 就 哦 好啦 你過 然後他們這樣一直看著我 還深深攜帶 好像沒變態 對他有兩個這樣子的 然後金色的 然後說 那是沒有人 超美臉的 滿美臉的 對啊 其實重點是 這個在台灣也買得到 對啊 為什麼特地從東京 他 專程 專程送到台灣 對 他可能看那個 因為在行李箱裡面 看起來是像香蕉 是 那你回去念老油果 你有念老婆嗎 所以我就後來就跟那個老婆講 他就一直大笑 啊 你就很白癡 對不對 誤會 其實海關他們還蠻厲害 他們要看這麼多東西 他們就馬上知道 偷這種東西 真的 真的耶 我第一次去紐西蘭 我已經聽說過 去紐西蘭 什麼都 就是只要跟植物或食物 有關的東西 完完全全不要帶進去 因為他們是非常嚴格 這應該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我去的時候 這個我知道 但我帶了那個U型的那個枕頭 那個U型枕 它就是裡面有裝那個蕎麥殼 蕎麥的殼 然後我就想說 但我沒有想太多 因為這 這明明就是旅行用的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輪到我的時候 他們說你有帶什麼嗎 然後我就說 我就想說 他們那麼嚴格 而且他們是隨意的去抓人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這個枕頭就是有這個殼 那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然後他們說 蕎麥 我說蕎麥的殼 蕎麥 蕎麥的殼 他們就 來 過來 然後他們就拿它 那個是可以拉開來 所以他們就拉開來 然後我就說 對啊 你看你都是殼 然後他們就開始 手伸進去 然後就開始 一個一個來檢查 真的假的 有沒有真正的蕎麥在裡面 然後我就說 它就是 它就是咳 它是 它是咳 然後他們就 你不知道 你檢查過嗎 我就 真的 也是沒有 誰會檢查 然後一顆一顆檢查 這麼多 然後他就在那邊 一顆一顆看 一個一顆 然後我就看 所以他就當場 在那邊檢查 對 他就在那邊檢查 他就當場打開 然後有人 因為我第一次去紐西蘭 外面有人在等我 然後 可是我聯絡不到他們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我就 怎麼辦 然後結果他們檢查到一半 就是發現 真的沒有蕎麥 只有他的殼 他說 好 你這個可以帶進去 哇塞 然後他就開始 幫我拿 然後再塞進去 然後這整個 可是都會黏在手上 然後我就覺得 好累喔 然後我就不會 帶這個東西來 沒有 很消失耶 但他也是辛苦了 他兩個小時一直在檢查 而且也很傷眼 對啊 終於節目的遊戲 一群 一群海關在那邊 看那個 他至少有幫你塞回去 他沒有給你夾電袋 對 所以 但我相信 我用完了 我經過之後 他應該 之後就不會再檢查 對 他們也知道什麼是 蕎麥的 咳 對 真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今天算是上了一堂課 打開眼睛 對啊 其實有些東西真的 不要想說 OK啊 帶一點點 應該不會 他們都看得到 完全沒有肉網之魚的 對 那個機會 然後該帶的 該下載都一定要記得唷 沒錯 好 接下來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下次見 拜拜 拜拜